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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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有更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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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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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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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所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啊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都会遇到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的心 李宗盛 Amen 李宗盛 赢得神 赢得神应许给他们那个产业 他们从约旦河东过河之后 已经进入到加拿美帝了 他们要开始征战的 好 第一节这也说 就说 耶 net 耶鸡 耶稿瓶领 阿尬赶 耶稣帆 耶稿的神经平日记下说 如果所以呢 耶稿说 耶稿哥 阿尿哥的麻烦 走在约会前 到第七日 你们要绕城七次 祭司要吹脚 他吹的脚声脱长 你们听见脚声 百姓要怎么样 大声呼喊 大声呼喊 城墙就必塌陷 个人要往前直上 嫩的儿子约书亚就召了祭司来 吩咐他们说 你们抬起约会来 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脚 走在耶和华约会前 又对百姓说 你们前去绕城 带兵器的 要走在耶和华的约会前 好 我们看到这边 第七节 那 这边很清楚 神有没有吩咐 以色列百姓要怎么做 征战的时候 他们要注意什么事情 他们打仗的时候 听见脚声的时候 每一天 祭司在绕城的时候 要做什么 吹脚 祭司吹脚 那在祭司前面 有什么 有拿兵器的士兵 战士拿兵器的 走在前面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顺序在当中 前面 第一个 最前面是什么 最前面是什么 是祭司吗 不是祭司对不对 是拿兵器的 拿兵器的 之后呢 是什么 祭司啊 祭司在后面要怎么样 要吹脚 在祭司的后面呢 我们就来看 还有什么 在祭司后面 还有台约会的 对不对 你们前去绕城 带兵器要走在 耶和华的约会前 好 所以呢 兵器的走在 约会前 对不对 那 祭司吹脚 后面有台约会的 在后面呢 还有什么 没有兵器的 有士兵 可能有百姓 一起 要绕城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耶稣亚对百姓说 七个祭司 拿七个羊角 走在耶和华 面前吹脚 耶和华的约会 在他们后面 跟随 所以祭司吹脚 后面 跟随着 约会 带兵器的是走在 吹脚的祭司的前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 有一个次序 在那边 对不对 好 那 第十节 耶稣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不可呼喊 不可出声 连一句话 也不可出你的口 等到我吩咐 你们呼喊的日子 那时才可以呼喊 所以这样 他们就开始这样做了 这个这样 就是刚刚所说的 神对耶稣亚说话了 耶稣亚对百姓们 交代了 神说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 这里有七天 七天的时候 第七天呢 就有一个大的作为 在当中的 神要为他们征战的 那 你可以看到 前面的六天 神交代说什么 当你们在绕城的时候 百姓应该要怎么样 百姓应该要怎么样 安静 安静啊 连一句话 对 都不可出口 神说什么 连一句话都不可出口 你要安静的 在那边 遵行我的旨意 绕城 好 第七日的清晨 黎明的时候 他们就起来 然后照着神 所交代的 他们就开始 去做 神 所交代的 他们就开始绕城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在第十八节 这边神有一个提醒 我们一起来念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至于你们物要谨慎 不可取那当灭的物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 就连累以色列的全银 使全银受咒诅 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 都要归耶和华为胜 避入耶和华的库中 于是百姓呼喊 祭师也吹脚 百姓听见脚声 便大声呼喊 城墙就塌陷 百姓便上去进城 个人往前直上 将城夺取 又将城中所有的 不拘男女老少 牛羊和驴 都用刀杀尽了 好 那这里是 神对 以色列百姓的一个 很清楚的 一个提醒 神对他们所说的交道 那我们来看一个地图 好 耶利格就是那个红色的地方 也就是 你现在看到的地图的 左手边 右手边就是他们 在约旦河东 所以他们要过那个约旦河 进到神所应许的地方 耶利格红色的那个字 那 耶利格 离 约旦河 大概就 八公里左右 其实不远 对不对 然后呢 耶路撒冷我想我们比较常看到的耶路撒冷 大卫的城 耶路撒冷 他离 耶路撒冷大概有三十公里的一个路程 那耶利格 这个城呢 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繁荣的一个城市 因为一方面是他靠近约旦河 所以呢 在那个地方 算是有河水滋养的地方 就能够有好的可以耕种 那耶利格又叫做什么 中旅城 因为那边有水源之地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 耶利格戈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的中旅树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城市 在那个时候 约书亚的时候 其实前几千年就已经有这个城市 现在的考古学呢 在耶利格这边有一个考古 我们来看一下往下 好 这是耶利格城 一个鸟看土 你可以看到 从上面看下去 感觉是 好像已经是荒芜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几千年前 约书亚那个时代 离我们现在大概三千五百年前的时候了 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 算是繁荣进步的一个城市了 那这个是从 有一个是侧面看的 一个 它是一个山丘 好 没有很高 但是呢 即使是这样子 这个城 建造在那个山丘上 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一守南宫 对不对 战略位置上 你就不容易攻 所以这个城 而且这个城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是那现在的挖出来的遗址 耶利格如果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我不晓得明湘有没有去到这个地方 明湘有去过 他很熟悉 我还没有去过 好 这个是画家笔画下的 按着现在考古出来的 那个大小 然后他们画出 耶利格城呢 基本上他有一个双城的城墙 那双城城墙为的是什么 就是保护啊 打仗 士兵可以在外城 对不对 百姓可以住在里面 在那个时候 没有这些炸药 都是真枪 这个手持那个刺啊 锚啊 要去打仗用的 所以呢 那个时候要攻打 对他们对仇敌而言是 不容易的 而且这个墙 这个城墙 大概呢 绕一圈 大概不到一公里 它的长大概是370公尺 宽 180公尺 所以这个城 我们现在来看 感觉没有特别的大 但是在那个时候 已经算是一个大城了 好 而且那个时候能够高 盖成这样子 那个高啊 城墙高 大概都在 9米 9公尺 高 我大概不到 2米 180 你就可以想 9公尺 大概3个多的我 其实 是还算蛮高 然后那个城墙的宽度呢 有6米 6公尺的一个宽 也就是士兵可以走在上面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有仇敌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攻击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耶利哥城的一个情况 他是一个 一手南宫人 而且是什么 是在 迦南地那个地方 你看 约旦河要 仇敌要进来 他是一个第一个 要面对到的城 所以 这个城 他会把它建得 是更加的坚固 因为什么 因为仇敌如果进来的话 他们要第一个 要打仗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知道说 耶利哥城 对于那个时候 他们的武器来讲 这个城的武器 算是很精凉的 我们讲的 固若金汤 你要攻打 是很难的 这也是为什么 当以色列的探子 进去的时候 他们去窥探 这地的时候 他们看了一看 就觉得说 哇 仇敌像什么 仇敌像巨人 我们像什么 我们像炸蒙 以色列那个探子进去 看了这地的时候 那个仇敌像巨人 是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很高大吗 有一些是 但是最主要的 那个高大是什么 指的是他们的武器 是精良的 这个地方 他们太强了 所以我们 我们进到里面 我们去打仗 就像以软即使 怎么打 他们武器这么精良 那个城墙高大了 所以呢 你看到 摩西拆派了 十二个探子进去 结果有几个人 报坏信息 十个人都在 报坏的信息 对不对 不要进去了 不要进去了 因为我们去 没有盼望 但是弟兄姐妹们 你可以看到 即使这个城墙 是这么的坚固 精良 武器很好的 然而 神 是掌管万物 神可以挪动万有 神可以带领他们 是什么 征战得胜 Amen 好 这是当时候的 耶利哥城 他绕一圈 不到一公里 大概 大概 差不多30分钟 一个人你走 散步30分钟 应该 不会太久 但是如果 一群人 整个以色列百姓 一起在那边绕城的时候 那当然时间 就会久一点 对不对 我们有去 那个 慰爱义走的时候 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有去报 假音的时候 如果你一个人 要从 市政府走到 新光三越 很快 大圆板很快 对不对 一群人的时候 你就发现 怎么到现在 我们还等在这边 因为一群人 一定会花更多的时间 好 那你可以看到 一群人 如果要去绕这个城 大概 可能要花四五十分钟 去让 他们 这么多的人 神说什么 神提醒他们 前面六天 百姓怎么样 绕城的时候怎么样 要安静 所以 当时候 如果安静的时候 你会听到什么声音 脚步声 会 还有 还有听到什么声音 吹脚 有没有 祭司要吹脚 祭司在前面 吹脚 所以呢 每一个人 我相信 那个时候的脚声 会不会特别的 显得明显 一定会 因为所有人 都要安静 一句话 也不可出口 好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就是 那个时候 大概的一个情况 带兵器的走在前面 对不对 祭司要 吹脚 然后呢 台约柜的在 跟在祭司的后面 后面就什么 没有武器的 还有呢 百姓一起跟随着 你可以看到这个 上帝的作为 有没有次序 你要知道 神做事是有次序的 神 神做事是没有次序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已经太习惯了 就是 随性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上帝做事 所以你会发现 神在教会里面 有没有次序 神给教会的建造 有没有次序 好像大家都不确定 神给教会的建造 是有次序 神在你的家里面 有没有次序 有啊 这也是为什么 先生是家里的头 对不对 弟兄姐妹们 神对教会有一个次序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不按照 上帝的方法 原则次序 去建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教会不按照神的方式 建造 会发生什么问题 开始 对 混乱在当中 对不对 家庭里面 如果没有 不愿意按照神的次序 一样啊 不是家里面的父亲成为头 结果是什么 孩子成为家里的头 我们要改变这个 但是我们要按照 上帝的方式 原则来建造 好 神在这里 给他们持续很明显 一个 一个 征战的士兵 带武器的 祭司 吹脚的 扛 抬台约柜的 然后呢 后面 有没有拿武器的 百姓 跟在后面 一起绕的 好 这是耶稣 的那个年代 耶稣 大概就是在 1400年前 祖前1400 所以我们到现在 已经2000多 祖后 对 所以 耶稣 大概就是什么 祖前 3500年前 的事情 弟兄姐妹们 神在那个时候 说话 那对你有什么提醒呢 神的话语 在那个时候 耶稣 所经历的 对你有没有提醒呢 我们要来看 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一次 又一次的 错失神 要对我们 所说的话语 好 请听 顺服 经历 神的作为 我想要请问 耶稣 经历到 上帝的 带领 保守 看顾 带领他 征战得胜 这是一个 美好的祝福 对不对 耶稣 里面 即使 他的 生命 充满了 挑战 他不断地 被神扩张 使用 也经历 神的祝福 而且 你可以看到 耶稣 所领受到的 祝福 是大的还是小的 你觉得 耶稣 祝福是大的还是小的 耶稣 祝福是大的 对不对 你会不会说 主啊 我也想要 耶稣 这样子一个祝福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看到 一个人 蒙福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要 主 我也要这样子的 一个祝福 我会想要 我看到圣经里面 我会想说 主啊 我可以有 这样子一个经历 我可以在 征战当中 得胜 这个祝福 我要 弟兄姐妹们 耶稣 是因为 愿意回应神 最简单的是什么 他愿意 单纯的回应 以至于 他的生命 就领受了 这个祝福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 在耶稣 耶稣 他不是说 我来帮助你 或是我来帮助仇敌的 他说 我来是要做 军队的元帅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弟兄姐妹们 耶和华 那个耶稣 一听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哇 这是神 亲自向我显现 所以他就 俯俯下来 我主有什么吩咐 弟兄姐妹们 你可以看见 耶稣 是一个敏锐于神 同在的 但是我们自己呢 当我们说 敏锐于神的同在 是什么 我们听到 那个声音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认出 神啊 是你 就是你 上个礼拜 我有请 有人 在后面 就讲话的时候 Vincent 一发出声音来 就有人知道说 那个是Vincent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 常常听 你认识他 约书亚生命当中 弟兄姐妹们 请听 我们到底有 多少的一个情况 我们愿意 静下心来 请听呢 请听是什么 你需要安静 你自己 如果 如果有一个人 不断的 我们在对话当中 但是我一直讲 我一直讲 然后你说 我有在 请听你的声音 但是呢 他可能觉得说 你哪有在听我 都是你在讲 弟兄姐妹们 你会发现 在我们父母亲 跟孩子的关系当中 父母亲们 你有没有 好好的 请听你孩子的声音 请听 婚姻专家 黄维仁博士 他在一个 婚姻的教导里面 他是一个 非常有名 然后他说什么 请听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 请听 就是爱 了解中 有一致 我要特别鼓励 婚姻当中 我们能够 安静我们的心 好好的学习 请听 我要说 请听很重要 请听很重要 你如果要好好的 建立你的家庭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 我们需要学习 我们如果要精灵 建造一个 真的有上帝的恩典 爱的家庭 弟兄姐妹们 你要好好的 请听你的父母亲 在对你说什么 你要好好的去 请听你的孩子 在对你说什么 他们有什么心声呢 我们也是一样 对不对 夫妻彼此 需不需要好好的 请听 彼此心里面 在想什么呢 不要让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另一半 一直在挫折里面 所以我们要学会请听 肢体当中 需不需要请听 真的很需要 让我们学习请听 父母亲的声音 我们要去请听 另外一半 好 弟兄姐妹的心声 我们要请听 更重要的是什么 神的声音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 请听神的声音 当你读经祷告的时候 你会梦想神的话语吗 那个就是在 请听神在对你说什么 如果我们只是看过 但是我们没有 静下心来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 你没有在回应上帝 你要把神的话语 听进去 然后呢 咀嚼 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应用 Amen 好 想一想 我们有在请听吗 有时候我们太忙乱了 我们失去这样子的一个 请听的一个生命态度的 我觉得太可惜了 请听是一门功课 好 等一下 我们要学习 事实的停下来 学习 请听别人的声音 我们要学习 事实的停下来 请听神的声音 每一次的聚集当中 聚会当中 我们就是在学习 神你要对我们说什么 在小组当中 我要鼓励你 兄弟们 如果在小组当中 你要学习去请听 不要只是让小组长 或者绑住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 请听神的声音 好 那请听神的声音 也就是神说话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马上就抓住了呢 我可以明白说 神你这个时候 你在对我说什么呢 耶稣亚这一章 我们刚刚已经有念过了 一到五节那一边 对不对 神说话了 耶利哥的城门因 以色列人关的严谨 无人出入 耶和华小玉 耶稣亚 因为神说话了 然后呢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请听的话 你会发现 你会错失了上帝的一个作为 以至于你就错失了神的祝福 神说话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习 请听 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对话当中 一件事情说 我们太容易 特别是现在的人 太容易就分心了 你有没有发现 你会不会你自己 也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发现现在的情况 越来越容易会分心掉 但是弟兄姐妹们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请听 人们在对我们说什么 另外一个是什么 请听 神 他现在在说什么呢 神说了 对不对 你们要绕城 前六日 一日 一天 就绕一圈 到了第七日 要绕几圈 绕七圈 对不对 然后第七圈绕 完的时候 要怎么样 听到祭司的脚声 吹长的时候 要怎么样 要大声的呼喊 兄姐妹们 神说话了 如果我们不愿意 照着神的话语去做 你会发现 祝福会流失掉 有时候 我们想要祝福 但是我们就要好好的倾听 好 神也提醒 六章17到19节这边 神说什么 在里面的所有东西 那些都要毁坏 除了金子 银子 铜铁 对不对 其他的 你都不要留 你都不要留 好 神说话了 因为你如果取了那当灭的物 你就会怎么样 是全宁受咒诅 你看 耶稣亚需不需要倾听 需要 那以色列百姓 需不需要倾听 以色列百姓 也需要倾听 对不对 教会的领袖 需要倾听 弟兄姐妹们 需不需要倾听 需要 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学习 好好的倾听 神的话语 神你在对我们说什么 你来看 在这里 神已经说话 神一再地强调 对不对 你要顺服 你要顺服 你会蒙福 如果你不顺服 你就会经历到什么 咒诅 神说了那么多 有没有人 人就是什么 没有倾听的 谁没有倾听 神说了这么多 亚干就没有倾听 对不对 亚干人就是 按着自己的方式 他挺 他倾听什么 他倾听自己心里面 那个老我 他没有倾听神的声音 他就看到 这边讲的 有那个衣服 对不对 有金子 一件美好的 试拿的衣服 执200摄200摄克勒的影子 他看到这个时候 他心里面就 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他也选择不愿意听 他心里面 就偷了 拿了这个衣服 然后呢 拿了那个金子 刚刚 神有说什么 金子要归入到哪里 耶和华的殿中 对不对 福啊 殿中 但是 这边讲到的 亚干做什么 他就拿了金子 五十摄克勒 他说什么 我贪爱这些物件 便拿去了 现金藏在我的帐篷内 弟兄姐妹们 你看 神一再强调 你不要招致了咒诅 但是总是 有人却是 不愿意倾听神的声音 不愿意倾听神的话语 以至于是什么 他偷拿了 他不愿顺服 结果他招致了咒诅 想一想 我们自己呢 我们是 愿意 主啊 你说 我愿意顺服 我渴望你的祝福来到 所以 我愿意顺服 你的话语吗 兄姐妹 请听 就像吃食物 请听 遵行神的话 就是你在吃食物一样 如果一个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 在家里面呢 妈妈准备了一桌的食物 有一些是爸爸 大部分是妈妈 所以我以妈妈为例 妈妈辛苦准备一桌的食物 然后呢 孩子一看到说 这个我不要吃 那个我不要吃 我只想吃这个的时候 你觉得 孩子挑三检四的 吃这些东西 然后呢 只选择他想要的 结果会是怎么样 营养不均衡 对不对 健康就没有那么好 对不对 我们都希望孩子 是健康的 对不对 所以妈妈都很用心的 然后在预备这些食物 但是呢 孩子就觉得 啊这个 我不喜欢吃 茄子软软了 我不要 然后那个鱼呢 有腥味我不要 那猪肉呢 有猪肉的腥味我不要 羊肉呢 也有腥味 我想说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呢 白饭就好了 配酱油 猪油拌饭 每天吃猪油拌饭 吃到最后就很惨了 对不对 妈妈用心的煮 但是孩子却挑三检四的 你觉得 孩子会健康吗 不会啊 你看 好 请听 雅干 跟岳树雅 请听 所带出来的结果 完全不一样 你要选择哪一个 好 我要问你一个 请听神的话语 挑三检四 今天 如果一个对小孩子 就是国小 像想想这个年纪 品品 他们那个问问 这个年纪 国小幼稚圆的孩子 然后妈妈就说 rejoice rejoice 去楼上了 如果妈妈说 儿子啊 这个礼拜呢 我已经想好菜单了 我会煮健康的五股饭 五股饭好不好 很好 对不对 健康的五股饭 然后呢 我会炒个两样青菜 高丽菜啊 然后呢 还有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 空心菜 好 然后呢 礼拜一我就会烤鸡腿 煮排骨汤 然后礼拜二呢 煮菜 煮食物换一下 我会卤焢肉 一样会炒青菜 礼拜三呢 就煎鱼排 因为呢 要让你的营养均衡 礼拜四呢 我会炒个牛肉 礼拜五会炒个虾子 儿子啊 这样子 这个菜单可不可以 可以 棒不棒 下礼拜爸爸煮 我已经把菜单开出来了 然后呢 那个rejoice 可能就问祥祥 祥祥 妈妈开这些菜单 礼拜一到礼拜五到礼拜六 有这些 但是呢 还是你要选 礼拜一次麦当劳 礼拜二吃肯德鸡 礼拜三必胜客 礼拜四汉堡王 礼拜五胖脑爹鸡筒 礼拜六人摩斯汉堡 礼拜天我们就 礼拜天聚会就 我们就订教会的餐就好 你觉得孩子会选择哪一个 孩子会选择那个妈妈煮的健康的菜还是 妈妈我要汉堡王 肯德鸡胖脑爹汉堡 你觉得孩子会想选哪一个呢 你自己孩子你觉得你会他们会想选哪一个 汉堡肯德鸡 我觉得我的 我如果孩子小的时候 不是这么大的 如果国小幼稚园的时候 我觉得 大概大部分孩子可能会选下面 对不对 礼拜我想要吃 我想要吃麦当劳 你知道有多少孩子 是一听到麦当劳 哇 太棒了 对不对 但是弟兄姐妹们 请问一下哪一个健康 妈妈煮的健康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你知道吗 我要说不只是小孩子 可能连大人都 有一些大人可能都会选说 我也想要选下面的这个 但是你会发现 现在人越来越不适合 吃下面这些东西 我也知道我很不适合 你知道吗 但是 但是 弟兄姐妹们 属灵的神明不也是这样子吗 很多时候我们只想要选择 我们自己想吃的 神的话语 我只想选择 我想吃的 这个我不想吃 那个我不想要 结果你会发现 生命会越来越健康 还是不健康 越来越不健康啊 生命会变成不健康的生命 当神说 你要学习顺服的时候 你就说 上帝啊 为什么我要顺服 为什么 我觉得我还比他聪明 我还比他能干 为什么我要顺服 你知道吗 有多少时候 我们只是挑 我们想要的 我们不愿意 改变我们自己 你知道 你觉得外面餐馆的食物 跟妈妈或爸爸 自己煮的食物 哪一个会较健康呢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健康 几乎都是家里面煮的是 比较健康的 你知道我的孩子 小的时候 为了孩子啊 我就去买那个 那个 骨头啊 猪骨头啊 大骨汤啊 熬啊 熬完之后呢 再煮稀饭 不会单纯煮稀饭 然后加上青菜啊 加上肉啊 是先熬大骨汤出来 然后呢 再加上青菜啊 再加上什么啊 然后呢 就给孩子吃啊 我都觉得说 哇 我自己吃都不会 这么的麻烦 对不对 但是为了孩子 你就愿意做这些 为什么 因为你希望 他是健健康康的 你希望他的银两 是均衡的 你希望他不会是挑食的 但是 但是 兄姐妹 我们自己呢 我们的属灵胃口呢 你知道 我的小儿子啊 老大今天上去 帮忙教主持学 杨姐小的时候啊 就是他 他开始吃固体食物的时候 他就 很不喜欢吃软的东西 比如说木瓜软的 他就 不喜欢吃啊 茄子炒过出来软的 他就不喜欢吃啊 还有什么事 苦瓜他也不喜欢吃啊 然后呢 一开始 我不会去 我不会去强迫限制他 但慢慢长大了 到了应该是 差不多三岁四岁了吧 我就开始了 我就开始要求他 我说 你 茄子妈妈煮的 你至少要吃一块 我一开始吃一块 我是从一块到最后 是至少要吃三块 然后呢 他就一吃下去 就开始要吐出来了 而且他以前 他那个反胃是很快 胃很浅那种 很容易就吐得到处都是 我就说杨姐 你不要吐出来 你吐出来 我会修理你 但是我就要求 你就把这一块就吃完 而且我是夹 一开始当然这夹小块 我不会夹很大一块嘛 我说你只要把这个 吃下去就好了 他就 就吐出来了 我就说来 我就把他带到 带到下来 我就修理他 但是我修理不是乱打 不是甩耳朵 打头 就屁股 我们家有一个 一个 那个棍 小棍子 我就打他屁股 我说好 你不要 我就又夹一块 你不要吐出来 你吐出来 我会打你 然后他 被打过后 会不会有警惕的 会啊 然后他就再吃下去的时候 又开始了 然后呢 又吐 然后他就 当然就吐了之后 就哭了嘛 小孩子一定是这样 那个是一个过程 然后他哭呢 他就越吐越多 我就说 我就直接整个人 把他抱到浴缸里面去 我说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吐了 再吐我会再修理你 然后呢 他再吐 我就是再打一下 之后 他就会开始控制他 他学会控制自己的 他就不再吐了 下一次妈妈 如果又有煮到茄子 他应该是有 不断地祷告 不要再煮茄子 但是呢 妈妈还是会煮 对不对 为了营养均衡嘛 但是不是 我们家不是每天吃茄子的 就下一次过了 他又有的时候 我就一样 一块 我说你就吃这一块 吃掉就好 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 一吃下去 会不会想要开始吐 会啊 他的生理 因为他很抗拒这个 他就生理就有反应了 但是呢 他就是 把他吃下去 之后就OK了 就OK了 然后呢 再之后过 我不会一下子 隔下一个礼拜 就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说好 这次开始要改成两块茄子 然后再更大的时候 改成三块茄子 你知道现在 我们家有什么食物 他什么都吃 只要妈妈煮出来的 他完全不挑 苦瓜一样 他不吃的 他现在 我们家现在最不挑食的是谁呢 就是杨姐 我是其中 杨姐是一个 以前杨 哥哥思许 比他更不挑食 小的时候 但是呢 现在呢 他在外面住了三年之后 变成 他比杨姐更挑食了 我就觉得说 好可惜 但是我要说的是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我们挑三拣四的 然后呢 我们的身体 就把我们自己的身体 就给搞坏了 我真的要鼓励你 如果我们想要经历 上帝美好的祝福 我们真的要 好好地吃 上帝的食物 你知道吗 家里面的食物 真的是最健康了 有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说 上帝啊 我是不足的 当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到底要预备什么 我怎么帮助我的弟兄姐妹 我到底要炒出什么菜来 祝福我的弟兄姐妹呢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说 每一次 我就是按着我可以的 我用心的去预备的时候 我炒出这些菜的时候 我真的相信 家里面的会是最健康的 神给家里面的预备 是最健康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要知道 心向教会在预备的这些 不管预备哪些 我们真的是想到的是什么 我怎么让弟兄姐妹的生命 是领命是健康起来的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想一想 我就知道说 主啊 你在心向教会 真的是带下祝福的 因为我们有一群 爱你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在炒这些 好吃的食物 健康的食物 来供应 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 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啊 真的 当我们吃上帝的食物 吃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成为健康的人 Amen 但是 拜托 千万不要挑食 跟你的旁边说 不要再挑食了 我自己也要啊 不要挑食啊 好 顺服 你要学会哦 有时候我真的要说 最简单的价值观 最容易把上帝的祝福 带进来的 我们却一再错过 我们一再一而再 再而三而 我们不断错过 为什么 为什么 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一直想到说 神啊 这些不就是这么简单的 就像我题目里面所说到的 倾听 顺服 经历神 这么简单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是做不到呢 我们就是错过 错失你的祝福呢 神你把那个祝福跟咒诅 也成名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你对他们说 这些东西不要拿 为什么 还有人去拿呢 以至于以色列就遭受了咒诅 我心里面就想到 为什么 顺服 我们愿意顺服下来吗 我们愿意请听神的话语吗 弟兄姐妹呢 今天早上神在说话的时候 你的心是敞开了 还是你的心是 折壁起来 你的耳朵就眼耳 这些我不想听 或是这些我听过了 再讲一次 牧师你为什么再讲一次 这个我不想听了 你为什么不想听 我只能要问 为什么你觉得你不想听呢 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什么 其实你听过了 但是你却没有真实的去落实 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那个破口 永远没有办法去把它堵住 你家里面的祝福进不来 但是进来却是什么 撒旦的作为 我觉得太可惜了 不是吗 太可惜了 你的婚姻为什么 越走越艰难 为什么你的关系越走越艰难 为什么跟家人的肢体 弟兄姐妹的关系 越走越远呢 因为我们不想听 我们不想改变 当我们不想改变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太可惜 太可惜了 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疏离了呢 你说牧师我来到教会 我感觉很有疏离感 但是为什么我要问的是 为什么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 会有疏离感 我真的要说 现在的人情 彼此的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 已经越来越淡薄了 越来越淡薄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住在你的社区里面 你跟连对面的人是谁 你都不知道了 我想你又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以前 我自己在乡下出生 住在乡下园林 我们就是大家住 你知道以前我有分享 我们家是没有 门没有锁的 我们常常是彼此串门子 我以前小的时候 一直到国小 我可以拿着一碗 一碗饭 盛了家里面的菜之后 我居然走走走 就走到我的 我的堂哥他们家里面去吃 吃饭了 然后呢 吃一吃再走回来 再走到叔叔家里面 然后去吃了 然后聊天 聊天聊一聊 再回来 一碗饭吃完 再回来 甜一甜 然后呢 又走出去了 感觉就是 那个关系真的 你就觉得说 哇 但是我以前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你觉得说 这个我们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当我自己 结了婚 买了房子 一开始是租房子 然后呢 住在房子里面 你知道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对面的邻居 住的是谁 他叫什么名字 我可能都还不知道 慢慢的 才慢慢了解了 但是 大概也仅是于对面 楼上楼下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人跟人的关系 越来越淡薄了 我说啊 你要知道 你在教会里面 真的是已经很受祝福了 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学习 愿意什么 敞开自己 我要鼓励你 你要敞开自己 当你来到教会 你说 牧师我感受不到 我觉得越来越疏离的时候 我要鼓励你 你一定要学会敞开你自己 为什么 你如果在教会里面 你跟人的关系 都有距离感的时候 你去外面 你找不到会有 跟你有更亲密的 你真的 我要说你会找不到 因为什么 因为外面彼此的关系 更多的是什么 为了利益 为了利益 我说教会拜托 弟兄姐妹们 不要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在这里 为了生意 你在那边跟人建立一个 好的关系 是为了你的生意 好的关系 之后呢 就说 Trisda 我这里有一个东西 目录拿给你 你要不要买一些东西 除非是什么 主动的 他来找你 但是在教会里面 千万你不要主动的 推销 你的东西 这个是教会的原则 很抱歉 如果在我们当中 有做业务的 我要提醒一下 在新向教会里面 我们希望建立的是一个 很单纯的 弟兄姐妹的关系 但是如果有人 直接找你 没有问题 有人有需要的时候 他说 你可以帮助我这个 因为你在做这个 那没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 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 你用你的专业来帮助他 但是 我们彼此的关系 千万不要建立在一个 为了一己之私 而打破了这样子一个 彼此一个简单的 上帝爱的关系 我希望新向教会 不要有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用着一个 愿意倾听神的声音 愿意降服自己 让神的旨意 行在我们当中 改变我们自己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的心都在这里 向你敞开 主啊 我要祷告 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 主啊 我知道 我们受到的影响太多了 主 但是你告诉我们说 主啊 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 这个世界的眼 主啊 我要说 主啊 你是要我们能够影响别人 而不是我们受的这个世界的影响 我们带着错误的价值观念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的破口 就堵不住了 主我要祷告 求主你来一致释放 主啊 你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能够在你里面 我们愿意 请听你的话语 我们愿意顺从在你里面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 所有那些不属神的 不合神心意的 我要祷告 我们能够迎着主你来炼金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 我们彼此的关系 能够更加的单纯和谐的 主啊 让我们成为一个领受祝福的 让我们也能够成为祝福的出口的 主啊 谢谢你 求主你亲自来祝福在我们当中 主啊 要特别为这个礼拜 在中秋节当中 不管是跟家人 不管是跟朋友在一起 我要祷告 主啊 让我们能够为主彰显出荣光来 主啊 让我们能够把祝福 带进到我们的关系网络里面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恩待我们 看顾你的教会 看顾你的百姓 感谢你 荣耀归给你 我们这样子祷告 感恩交托 奉靠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 阿们 祝福大家 中秋节有一个好的团聚的时间 小组长请现在到前面一下 阿们有一些关于圣诞节的事情 需要小组一起来呈现的 所以小组长再请现在就先到前面来一下 那个时间不长